關心你除了要救別人的命 你也要保自己的命 因為你是最危險的一個工作 所以是不是要有一些經驗 或者是一些訓練 要夠充分 它才能夠真的到第一線去 那這個部分 這才是我們為了避免以後嘛 對不對 可以好好充分討論的一個地方嘛 所以第一個告訴我們 人是怎麼真的 然後為什麼人不夠 然後到底有沒有訓練 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有次剛剛是蠻失望 我知道他的心情 可是我記得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台灣的礦災有多少 對 海三媒礦 這邊四都幾十個 而且那一整年 那一整年好像一直都有 煤礦的礦災 那我意思是說 經過不斷的大家的討論 後來就改善改善了 我是說其實我們應該 讓它變成一個進步的動力 不好意思 老師 我們本來這個本來就是 很多經驗 我們才會促成它進步的動力 改善的動力 那剛剛美人姐講到 其實為什麼管道在哪裡 是大家不想當消防員嗎 還是說哪裡出了問題 為什麼會缺那麼多人 那我們剛剛就講過 其實我們目前國內消防員的 管道等於有三個啦 一個是警大消防系 但他出來是直接當長官的嘛 那另外一個是警專的 當警官啦 那就是因為卡在考試院這邊嘛 考試院一直覺得我們人不需要那麼多 就像警察缺額那麼多一樣 他們就覺得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 所以他們每年招的人 言而有限 那這一次火災是因為人不夠嗎 我覺得到有時候火警 到底跟人夠不夠 其實不見得說有一定的關聯啦 當然如果說現場是已經可能有 五六十個人受困或二三十個人受困 那我們只去了三四十個消防隊 那當然我們可以講人不夠 那如果說已經是一個 我們像這次的現場狀況 是已經沒有安全顧慮 沒有人員的安全顧慮的狀況下 那你說現場已經有八九十個緊益銷在的話 我覺得那個至少是控制得住 所以就不會說有沒有人夠的問題 我覺得六條這麼年輕的小孩 其實要負責的人還蠻多的 我們一樣一樣討論 因為它怪的是一個就是說 人力不足嘛 再來是設備也不好嘛 設備真的缺嗎 我... 現在我們的設備 其實大部分分成日式跟歐式的 那當然這次他們穿的裝備 不算是最差 但是我覺得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那個消防衣啊 大家一直在罵說 消防衣為什麼不能防火 消防衣本來就不是防火的 消防衣是能夠讓你擋著久 能夠讓你有這個時間可以逃生 我覺得那個才是最後的關鍵 我覺得這次大家討論一個東西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應該要買 就是熱險像以這個東西 十幾年前就已經講這件事了 講好久了 還沒買嗎 當時只有買了幾 我就要講了 今天到最後 大家每天看這幾天的新聞就是 這六個人大概差多久可以逃生 15公尺 15公尺 你現在把自己量15公尺 很短 很短耶 你用爬的就幾秒鐘都可以打出去 剛剛小在講那個重點 為什麼這些消防衣員的個性就是要沖到裡面 因為其實打火有很多的煤槓 不是今天我們在這邊講5分鐘講完就算了 他們一定要有水線佈置 要有阻隔 要有灑水降溫 我聽說這樣很專業的 包括他們裡面為什麼要繼續衝到最裡面 因為那個火點在那邊打它最快 因為它開始了嘛 你把它打掉之後 那個最熱的 溫度最高的把它打掉之後 外面要再擲就沒好 都沒那麼 他們有很多的煤 旁邊還要用噴霧灑水降溫 這個熱險巷椅 他們這六個人衝進去要找 就找這個東西 如果有個熱險巷椅在那裡 最熱的地方就知道了 人也看得到 人倒在哪邊也看得到 你火點在哪邊你也看得到 這一台是一千萬喔 沒有 五十萬兩 九十萬 幾十萬 你這個距離 我如果今天在15公尺 我不要說15公尺 連30公尺我都可以感應得到 30萬到50萬之前 好可惡喔 如果今天我們有這個東西 這六個人不用進去15公尺 這十五公尺 是不是就救了他的命 近乎真的還要 今天他搬出了1900萬一個人 黃老師 我跟你說 你那個記不記得黃濟民 我這次要講 這個是消防局的局長 他採購一億三千萬的東西 他回扣拿了一億大概一千九百萬 一千九百萬如果剛剛講一台三四十萬 可以買幾台 對啊 買六十台啊 可以買六十台耶 你看這個裝備可以讓這六個人活命 然後這六個人 這條人命現在值多少 我們市長現在拿出一個一千九百萬 乘以六 一億多 這六條人命可以買幾台 你自己講 然後這幾台可以換成每個十五公尺 換多少十五公尺 你這樣算怎麼算賣 你的主技術你到底在想什麼 黃紀敏 我跟你講 對不起 兩位前輩我不敢在這邊 但是我可以說消防署 這麼多年裝備都不會進步的原因 當然有人認為說黃紀敏拿了很多的錢 買了很多的裝備 但是黃紀敏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主角了消防設備應該要提升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 我對不起 但是因為我挖了他不少的一些東西 其中一個東西就是在SARS的時候 大家應該還記得一個叫做負壓消防車 那時候是我們幾個記者一起去挖出來 什麼叫負壓消防車 因為SARS會有那個東西不能出去 所以你要在裡面循環 所以他去採購了四五十台的負壓消防車 這負壓消防車前面的頭 他是跟福特買的 後面的這個車廂呢是他的親戚 他的孫子的弟弟的誰去做的 然後他一拚起來 有沒有 有買 我有買了 不能用 為了SARS我買了 可以用 黃紀敏哥絕對可以開上路 但是時速如果超過三十五公里他就冰車 時速超過三十五公里就翻車 一轉彎就翻車 車的人都知道嘛 這個不用我去解釋 那黃紀敏在這位置坐多久 九 七年 這個剛剛講到 做這麼久是因為表現很好嗎 結果你給所有消防員用這種東西 摔著摔 民眾跌著跌 碰著碰 結果你自己開什麼 他的直行車是LEXUS 一台三百七十五萬 你是開這款車 我們人家八成是做什麼樣的車 一台車百萬也去拼坐起來 那車是他自己買 或是公家配給他的貪污 他把他的需要列出來 因為我要上山下海 因為我要 我常常在火場出路 我上面要擺什麼裝備 所以我裡面要有空調 我裡面要有電視設備 我裡面要有一個爬坡爬山 你的書長怎麼這麼不可以 你都在這裡 你頂多就是消防署 從新店到立法院 消防署署長也許國家的配備本來就給他這個 我覺得算OK啦 國家負得起 但是你不能對警察這樣 那他也下來啦 那新的呢 我覺得在講這個事件之前 要先弄清楚一件事 台灣的消防跟警察不一樣 為什麼呢 警察 包括正風會計人事那幾個 這四個 包括警察 不用隨著政黨輪替啊 縣市首長啊 消防要啊 消防要啊 還有警政署理論上是一條邊 雖然縣市首長的警察局長 要跟縣市首長商量一下 外面的牌我也可以 一條邊 消防不能啊 你知道嗎 消防署是一個中央的空殼單位 你知道 為什麼這樣講嗎 因為台灣的消防 是屬於地方縣市首長的職責 你意思說 譬如說我現在新當選的市長 我並不能換掉消防局 我可以馬上叫你滾蛋 為什麼 你是政務官啊 我可以叫你馬上滾蛋啊 所以現在很多的消防局長都換人啦 你知道嗎 政黨輪替嘛 那消防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群責不分 為什麼呢 地方的縣市 有的很有錢 台北市就有錢 台北市很有錢啊 所以它裝備可以常常換啊 剛剛講到馬祖對不對 連江縣消防局的救護車 有兩輛成立的時候 是台北市消防局淘汰的 它還可以用 但實現到了 還可以用 但是我就送給你這個 那個馬祖 但是呢 在我這邊是起太換 你知道嗎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有錢的很有錢 縣市很有錢 窮的縣市 我告訴各位 在那些比較六都以外的窮的縣市 現在應該要報廢的消防車跟救護車 超過三分 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以上 好 現在講到了 台灣非常可憐 為什麼 消防很可憐 發生了921大地震以後 台灣才有 因為外國救難隊進來對不對 生命探測器 美國的飛馬 美國的飛馬 才進來 才有第一具的生命探測器 然後發生了巴掌溪事件以後呢 拋繩槍 才大舉的去賣 發生了陽明山火警之後 才有空中消防隊 國防部哈佩還把那個報廢越戰用的 UH 國安越級直升機 改裝 改裝 送給那個消防署 成立空中消防隊 後來發生戲子東科大火 才把空中消防隊 空中警察局 警政署的 跟海巡署 全部弄在一起 是一個雜牌軍啦 我再告訴各位一件事 我們現在說整個不是人的問題 就是錢的問題 人也是錢的問題 沒有錢嘛 對不對 消防署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做一件事 他可以補助全國各些事 尤其是窮的縣市 那麼事實上呢 現在我對李鴻元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李鴻元最近說對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空中情務總隊的直升機 不可以用國防部用署款去買的 60架黑銀直升機其中的15架 這15架為什麼會撥來呢 為什麼會撥來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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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莫拉科風災救災不利 直升機太少給我們買 馬英九被罵以後有人現撤 就把說我們跟美國買了60架 先撥15架空中情務總隊 我告訴各位為什麼不能買 因為一架新台幣十幾億 那就吃掉消防署的預算啊 你聽我講可以買4架 法國海豚直升機之外 黑銀直升機最主要是戰鬥部隊 戰隊運輸用的 我們的內政部長陳偉仁 公開說他很好啊 美國哪裡都有用來救災啊 飛得更遠飛得更高 可以飛到5000公尺 請問你台灣有哪座山超過4000公尺 還有台灣的救災特性 通常是一兩個人 比如說三難 車禍 比如說什麼什麼東西 我告訴各位用海豚機 甚至於不要不然就直接買 我們海鷗直升機就可以了 買一台黑銀 怎麼可以買4台海豚這樣 一架黑銀直升機除了 是4倍於所謂的海豚救災直升機之外 我們還要更改 裡面還要鑽孔要幹什麼 還有這架直升機未來的維修費用 將會超過這架直升機的種植 這個總統有一個位啊 對 它會排擠很多 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而你馬英九竟然接受 你內政部長竟然出來這樣講 我覺得李鴻賢講對了 那個法拉利能不能拿來當計程車 可以啊 但是有人把法拉利拿來當計程車嗎 沒有啊 為什麼 不應該這樣做嘛 那你為什麼不把錢花在刀口上 一架黑銀直升機的錢 就可以把全國所有消防人員的消防衣 全部汰壞生命探測器 還有這些熱險象 全部都有了 一架直升機就要有了 你的政府在搞什麼東西啊 那我會的 來 先休息一下 今天還要休息一下 不會啊 這樣罵得好啊 說得好啊 我今天是看到一個新聞說是黃季民 他也有採購什麼面罩之類的 不會的 一些熱血鬼 했는데 拍攝